大家好,我是潜鳥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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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是潜鳥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GTS的驾驶学校 金牌教学吧 对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目标是17关到24关 第17关它是教大家怎么跑线 外内外的跑法 就是 其实前面要金牌 也是要货呀 不然怎么金牌 如果你前面一直金不了的话 可以回头跑过这个再过去 我们这关设定的数据跟前面都一模一样 就是我固定用的一个数据 除非有特别改变 不然我之后就不要再一直重复念好了 下一次我觉得内装超级酷炫的 好 这关我们在右边的那个最后一个标记 绿色标记这边 打车 铃铛开始转向 到弯中心的时候直接由门泉下 这样就可以了 这第二个外内外跑法它的角度没有像上一个那么大 就是 这个弯的半径比较大 所以是比较缓的弯 这一关呢 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刹车 在50公尺牌跟100公尺牌中间这个路灯的地方放开油门 50公尺牌的地方转弯 准备要看不到左边的路沿的时候 就全油门直接踩下去冲向终点 这十九关它一个小的弯再一个极弯 我们来看看 这关有两个弯道组成 第一个弯是完全不用下车的 当我们看到目标点之后 放开油门 转下 然后开始重新加油 大概到车子回正那个地方的时候踩下下车 瞄准弯中心 碰到弯中心之后 就可以开始慢慢加油门回正出弯 第二十关 这一次它是要左右左右左右的S型弯道 有点类似我们最开始考的那个障碍物 看看它这个是直接在弯道上面 这种弯就是尽可能的把路线拉直就对了 这关就是尽可能的把路线拉直 跟每一个弯中心相切 那我最后一个有一点没有跑好 偏移了 不过碰到草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这是S型 这个会比刚刚那个还要不直一点 它弯度比较大 但是原理还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用这个方式来开 就是尽量拉直线 我前面就讲了 好像就不用重复说了 不过这弯度比较大一点 会比较难抓一点 这一段书真的跑起来还蛮好玩的 我还蛮喜欢这一段 第二十二关 非常非常急的发达玩 这一关是17到24我花最多时间的一关 一开始下车的点在地上黄色文字 过完一下下之后 下车到转下开始慢慢放开 然后补一点油 补一点油让车会滑动 等到转下差不多回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就可以全下油门 再来我们第23关 也是法夹弯 这关我也是破了十几次才成功 而且最后还换成十二零食奖 因为车内实在不容易看到路线 第一个刹车点在右侧路原石跟前面路灯之间 刹车一路刹到70左右 然后转弯到弯中心之后 开始慢慢补油门并且回正 至于我的方向盘转的是非常多的 再来第24关 我们新手教学的部分就要结束了 这个毕业车点是要单全计时散 这种通常都不会太难啦 进一个弯呢 我们就用重视出弯的 比较延迟的弯中心来跑 刚开始先外偏 慢一点切进去 控制油门 不要让车子往外滑 不滑了就可以全抬 接下来这个弯稍微放开一点油门转 点一下下车降一挡 换转另外一边 碰到前方路原石的时候 下车降到三挡 看到出弯处的时候 开始补油门 回正补门 左边那个和右边那个都稍微压草皮 不要出界就好 直接冲向终点 过关 好 我们新手的部分就这样结业完成了 那第三排算是有稍微难一点 那大家多练几次 因为我自己在拍的时候我也是重复试了几遍才有办法过的 尤其是法夹弯 法夹弯因为 看不到 所以有部分 有一关我最后还是妥协 用了车顶 其他弯也一样 如果你觉得你的线塞抓不到的话 可以考虑不要驾驶座模式敢用车顶 会比较容易掌握车的动态 我很高要稍微习惯一下 好 那我们的 再一集驾驶学校就到这边结束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 分享出去 订阅西老熊频道 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